一天大中午啊 这个大地这块被烘烤的热得不得了 有两个男人呢 突然出现在这个古尔的店里了 集市这时候啊 大多数人都闭门休息睡觉了 这两个人呢 就穿着那种整齐的蓝灰色的那种制服 就这个屏幕上这样的 衣襟上呢 盯着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国旗 其中有一个人呢 就将这个手机啊 递给了古尔让他休 古尔呢 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 这些人就是阿富汗的国家警察 他们呢 就跟那个恶狗一样的啊 扑向任何他能从身上刮出钱的人 这古尔呢 就不客气的跟他们说 你得跟其他人一样啊 必须付钱啊 于是这双方就吵起来了 警察呢 就打了这个古尔 另外一个人呢 拿脚把这个古尔的这个柜台给踢翻了 然后呢就走了 留下这古尔就站在那发呆 他就看着这两个人啊 上了警车扬长而去 后边呢掀起了滚滚的灰尘 这个星期的后来是星期五 这个清真寺啊 一般都是做完祷告了以后 这个很多的这个集市的店主啊 就围在一块 他们呢就围着一碗这个水果 一边聊着天 古尔呢就在这儿呢 讲了他店里发生的事 然后啊 这旁边这些店主啊 就纷纷把自己的经历也讲了出来 大家呀 其实心里边都知道 就这个警察局长 什么区议会 这省长本人都参与了这种敲诈勒索的行为 而且啊 也讲了很多就是全国各地啊 那些什么警察检查站啊 也发生的那些事情 比如说用各种名义啊 把你给抢劫一空 而这个喀布尔新政府的这些官员啊 对此事情无动于衷 另外呢 大家呢也聊到这个塔利班的垮台 以及呀 这个后来呢 当时地方选举出来的那些议员 那些管理的长官 那些委员会 是如何操作的 真的 就是那时候由这个 大家就是长老部落呀 老百姓自己选举出来的这些人 作为的那个当时的临时政府 是 是怎么正常运作的 是怎么个好法 可是呢 就是因为后来这个北方联盟来了 把这个地区全部接管了 所有的这个政府职能啊 全部都是这个北方联盟的这些亲信们 和他们信任的人 随后呢 就又产生了一系列的这种权力斗争 而北方联盟呢 就直接把他们的对手就称作是塔利班残余 而美国人呢 因为不知情 也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就直接帮着这北方联盟的这帮军阀 把自己的一己给铲除了 结果呢 等于其实就是 美国人的这个对他最有帮助的这些盟友消失了 大家也都知道啊 现在控制这儿的人都有着可怕的历史 比如说吧 现在的这个警察局长 那就是这个萨伊夫 就这家伙 萨伊夫的民兵 哎 都是他的这个手下人亲信 在内战期间啊 就是他组织的这帮人 参与了对喀布尔哈扎拉人集体的大屠杀 而这个所谓的新的警察部队啊 实际上根本也不是新的 就是这个萨伊夫的这些民兵 和这个他跟他不错的这些帮派 组合成的一个混合体 呃 你比如说吧 呃 就是那个多种族多党派啊 很有名的地区 加勒兹 这个地区啊 那个里边65名警察 全都来自一个亲萨伊夫的一个村庄 就是说 这你要想找工作找不着吧 你看那个谷尔排队排的那样啊 找不着 但是呢 就是人家这儿 只要是跟他亲近的 全村都来 谷尔啊 其实以前也听说过类似的情况 只不过呢 还真是今天第一次发生在他的头上 又过了几天呢 警察开始在这个集市上啊 开始征税了 他呢 毫无怨言的就交了税了 觉得我在这儿开买卖 我应该交 可是呢 他也知道啊 这个钱数是由这个警察局来定的 哎 如果你要是不交啊 那肯定是挨打 要不然呢 就是给你抓起来 而这个警察呢 是每隔一周就来收税了 如果你给的钱 让他们不满意了 那就直接的这个大家抢 还有的呢 甚至就跑到人家民宅里边 随心所欲去了 就是谷尔家的一个邻居啊 呃 就是 是一对新婚夫妇 但是呢 看来这新婚夫妇啊 挺能挣钱的 居然抢了他们五万美元 你看看 就说明这这亲 这这两人其实按说 地位和这个生意做的也不小啊 你五万美元在这个 呃 阿富汗不得了的一笔钱 而这个辖区警察总部啊 简直就成了一个毒品交易中心了 而且啊 你能看得出来这些警察 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兴奋状态 就是说吸了毒了 最令人惊讶的呢 是这个这个警察居然还偷袭了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德国护士啊 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女人 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女人 谢福特 把她的诊所给突袭了 这谢福特呀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道主义医疗机构 在这个阿富汗啊 已经在这经营了十多年了 大家都对这个诊所特别的认可 觉得呢 非常的有用 而警察呢 声称呢 是来找罪犯的 可是呢 他没抓这个里边诊所的人啊 也没抓这个来看病的人 你不是来抓犯人吗 结果呢 他把人家的那个数千美元的设备给带走了 古尔听完了以后啊 觉得特别的沮丧 他知道啊 因为这个女人对他们这个地区啊 帮助那叫一个大 而且啊 人家真的是就是这个人道主义 就是尽了一切力量帮助这个落后的地区 而后来呢 又听说呢 这个在几个周以后啊 有一个他们的一个女邻居 因为呢 没有经过家里许可 离开了家 结果呢 就被抓了 而且呢 还被强奸了 虽然啊 每个人都知道 这是警察干的 但是呢 大家不敢说 无济于事 哎 也知道 说了也白说 结果呢 这个女邻居呢 就只能用自杀 来恢复她家庭的荣誉 就说啊 这个许可 就是你穆斯林 没有家里边男人的许可 你是不能上街的 啊 你连这个 呃 就是出门 出你的院门都不行 要不然呢 你就是旁边得必须有一个人陪同 是一个男性啊 女的不成 当然岁数大的啊 呃 这个女的老太太 还是有一些特权的 到了秋天 又听说呢 这个警察 又抓了一个小男孩 把这个小男孩 带到山上以后呢 轮奸了他 然后呢 让这个小男孩 在山上自生自灭 古尔这时候啊 就接到了一个老战友的 阿巴斯的一个 呃 电话 这阿巴斯就问他 说你看 现在形势都这样了 你有什么打算啊 他说我 形势是知道 可我能干嘛呀 他说你有兴趣吗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 你工作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他们塔利班啊 都拿这个就是 呃 他们这个运动啊 塔利班 他们认为的这种 呃 革命运动 都是这么公 呃 称呼的 古尔知道啊 现在确实在全国各地 时不时的都有那个 警察被杀呀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那个车呀 在这个路上被炸弹给炸了呀 什么的啊 他也听说了 呃 虽然这时候呢 案件还不是很多 但是呢 古尔还是很惊讶的 他以前这些老战友 居然还在战斗 不过呢 他觉得啊 不管现在事情变得多么糟糕 他骨子里啊 真的觉得流血已经够多了 呃 你看啊 就是他的态度也很明确 就是他不想再干这种事 而他周围的朋友啊 都知道他以前干过塔利班 但是呢 谁也不敢在古尔面前再提这个塔利班这个话题 所以古尔说 不不不不 我自己还有一个商店呢 再说了 我也有家呀 这阿巴斯呢 还能坚持说 哎呦 现在正是时候 古尔说 哎呀 我觉得啊 塔利班已经完了 而且我不想再去打打杀杀了 我觉得啊 生活肯定会变得更好的 只是呢 我们现在呢 要给新政府一点时间 我们需要耐心 在这个美国啊 轰炸阿富汗期间呢 就逃亡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塔利班啊 前有一个副部长 叫哈卡尼的 就这个人 他后来就向这个记者就回忆说 说我呀 就有一天去看我的女儿 他们跑到这个巴基斯坦去了啊 这女儿呢 就还没跑呢 这不是轰炸的时候 这女儿就说 说我们 在喀布尔的家呢 我们干嘛逃到乡下来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连车都没了 你想他那以前是塔利班的官员嘛 这女儿跟他抱怨 完了呢 再一个呢 就说他们这个 现在这个待的难民营太热了 他想回喀布尔 卡布尔比这个巴基斯坦呢 肯定要气候凉爽得多了啊 这个哈卡尼呢 没办法回答他 但是呢 这女儿也能从他的眼睛中 看出来他有多伤心 其实他就是一个现在啊 整天的就是那种紧张担心 惊慌失措的那么一个人 而他们呢 其实是急于希望与新政府谈判 达成交易的 就是饶过自己 好好的回家干活 老老实实过日子了 而这个前这个塔利班的那个 国防部长奥巴杜拉 这可是塔利班里边的资深人物 当时呢 他也说 我们呢 当时就是不想再做任何的抵抗 只要他们接受我们 我们绝对的保证和平的生活 他呀 是这个奥马尔的心腹 奥马尔就是塔利班的大头头啊 曾多次啊 就这个这个呃 这个奥巴杜拉 曾多次就试图呢 要跟这个新政府啊 谈判达成交易 2002年的1月 他呢 就跟这个谢尔扎伊 就这家伙 坎大哈的后来的那个市长 省长 跟他呢 就取得联系了 完了呢 而且提出来了 非常令人幸福 和这个可以接受的条件 就是啊 你只要给我们大赦 我们呢 保证对这个卡尔扎伊新政府呢 忠诚 放弃所有的政治企图 而且呢 我们接受政府对我们的这个监督 跟他一起呢 参与这个谈判交易的啊 还有另外六个这个塔利班的主要官员 比如那个司法部长 就这个吧 这个 不是这个 对就这个 就那个司法部长啊 还加这个 他是宗教警察 这是那个负责人 这家伙 这家伙臭名昭著啊 毒眼 毒腿 非常要命 他叫图拉比 这家伙啊 简直就是狂热分子里边的狂热分子 你知道他提出来什么吗 连放风筝这种的啊 都算是 这个 禁止的 音乐呢 更别提了 早就提出来了 现在这群人啊 都是愿意接受这个新政府 承认这个新政府的合法性 而且啊 跟这个谢尔扎伊 签署了协议以后啊 真的就是 敲目敲的 就回到自己老家去 而这个 塔利班啊 不是 就是新政府的 跟他们签约的 那个 阿切克扎伊 这个人呢 他就是跟他们商讨啊 并且签署协议的一个人 他就说 他说真的 这帮人啊 其实就跟 二三十年前一样 就是俄罗斯人不是走了吗 走了以后 他们其实也是想好好过日子的 都是开始走上了自己啊 宗教不道的这种生活 与政治离得远远的 都想呢 过一个和平的生活了 在这个 美国啊 这不是有一个 二十七名塔利班的通缉犯名单吗 大多数人啊 都试图做过这种类似的这个谈判 想达成协议的 呃 你像这个过去的那个外交部的副部长 就这个 呃 他叫加利利毛拉 加利利啊 呃 他跟这个乌鲁兹干的长老 呃 制定了一个和解方案 就是呃 他们交出武器 承诺 支持新政府 还有呢 就是这个 什么 前塔利班的发言人啊 还有什么 这个部落长老啊 都是 呃 呃 跟这个坎大哈 这些长老都打成了协议了 可是啊 这协议刚刚达成 这刚刚签好了 那些人都回了老家了 这美国不干了 直接把这个橄榄枝给绝了 面对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压力啊 这谢尔扎伊也不得不改变了立场 宣布呢 要将把所有的塔利班的都抓起来 然后呢 移交给美国人 不得已啊 结果这几个人就全都跑到巴基斯坦去了 再加上后来啊 因为这个不断的围剿塔利班残余 再加上这个呃 新政府这帮新上来的 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 结果呢 就把他们都说成这个塔利班的残余 所以啊 一个又一个提出来的企图和解的方案 直接就一个个就全都失败了 这都是以前塔利班的那些人 这个人呢 叫海尔赫瓦 他以前是这个塔利班的内政部长 他呢 跟卡尔扎伊啊 就是现在新政府的这总统 是一个部落的 而且呢 跟这个总统的家里人关系也都一直特别好 你想啊 你想啊 你卡尔扎伊都跑了 他也没有说去害这个卡尔扎伊的亲戚什么的 哎 应该说呢 都一直还是和平相处的 2002年初呢 他就跟这个 新政府的这个新总统 那弟弟瓦利 跟瓦利的代表呢 就取得联系了 他说呢 他希望获得大胜 如果可能啊 如果在新政府里能获得一个职位 哎 他也挺满意 当时呢 双方呢 就商定好了 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边境一个城镇啊 一个安全屋里边会谈 哎 他想回家了 但是呢 结果就透露给了巴基斯坦的当局 结果巴基斯坦就把他给抓了 而且呢 直接把他交给了美国人 而他呢 就给送到了关塔摩监狱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前塔利班的一个省长 叫库奇的 这库奇啊 是这个阿富汗很有名的一个人 因为库奇啊 是这个 普什兔族里边的一个属于游牧民族 因为普什兔啊 大多数这时候都已经是属于定居的那种农民了 而他们呢 是属于游牧民族 但是他人数相当大 数百万 他们一般都是随着这个季节变化 在这个全国各地啊 他是游动的 哎 他不是固定居住在哪 02年的时候呢 他已经表示了支持这个新政府 但是呢 有一天就是他要去政府官员那儿啊 正好要会谈一件什么事 结果在路上就被美国士兵给扣留了 一下子呢 还引发了喀布尔各地的强烈的示威行动 但是他仍然是被送到了关塔纳摩监狱了 还一个就是那个以前那个塔利班的商业部长叫拉扎克的 他呀 早就向这个新政府投降了 而且呢 也都应退了 也是在这个谢尔扎伊的建议下呢 就把他给抓了 哎 因为可能是对这个谢尔扎伊啊 有这个竞争的问题 毕竟啊 你在这个阿富汗 你只要有官职有地位的啊 一定是在你的部落里边 你是有号的 哎 你是有钱有地的 那你在这个地区你有影响 就对这个新来的这个政府的这拨人 那不就得扫一扫 不然我这块地 这蛋糕怎么分呢 对吧 哎 也被送到关塔纳摩去 尽管说后来呀 法庭说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他跟基地组织有任何的联系 这拉扎克还是被指控为塔利班流亡运动的领导者 可笑的是什么呀 真的 其实是这个美国人啊 把他跟另外一个人 哎 叫阿普杜勒拉扎克的一个人 那就是那个前内政部长跟他混了 他们俩名字差不多 哎 就那个才是塔利班的一个重要人物呢 这就 给抓起来了 而且还就一直就关着 而那个内政部长也是一开始想着寻求和解呢 结果呢 一直努力努力 一看没希望了 没办法 就差点还被抓了 那家伙金就先逃到巴基斯坦去了 即使是这家伙到了巴基斯坦 其实他还是曾经试图想通过人啊 跟这个中央情报局取得联系 达成一些协议或者是交易来让他回家 但是呢 他没成功 所以呢 他也只能在这个巴基斯坦这儿 应该说是到了这个2002的夏天啊 几乎所有的这个塔利班的高级官员都跑到巴基斯坦去了 没办法 没没处躲了 而留下的啊 就是这个没什么影响力的一些中层的基层的这些干部了 这些高层的啊 其实也经常的这个开会啊 讨论 怎么能够回去 可是呢 一看到啊 这个现在在这个阿富汗 他们以前的那些中层的基层的那些人 现在的困境啊 这帮高级的一想啊 我们回去呢 更没好果子吃 所以呢 大家也都犹豫 因为看出来了 你即便是上脚了枪支回家待着去了 你仍然会被捕 仍然会被送进监狱 还有一些直接跑到美国那个关塔纳摩监狱去了 另外呢 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塔利班的叫沙赫的 他呀 就是一直没有谈成 其实他官不大 就是一个中层的官员 但是呢 他也是被关进了这个地下的牢房里了 一进去他一看啊 我的妈呀 里边啊 关满了前塔利班的官员 还有各个部落的长老 这手和脚啊 好多人都是被捆了好几天都肿了 还有呢 就是经常被那个电线啊 那个鞭打 好多人呢 直接就求这个看守 这看守毕竟是阿富汗人嘛 说帮帮忙吧 把我们杀了 这样呢 我就脱离苦海了 这沙赫呢 就被告知说啊 你要不把你的这个私藏的武器交出来 你就别想踏出这个门 可是他没有武器呀 他早就交了呀 这绝望的这个家里人呢 就不得不怎么办呢 跑到飞市上去购买这个武器 去上交 可是呢 刚被释放了也就一个礼拜 又以同样的罪名 又把他给扔到这个同样一个牢房里了 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游戏规则了 那就是贿赂 这家里人呢 最后他们家就不得不 当掉了他们所有的这个家里养的牲畜 完了以后又跟亲戚啊什么到处去借钱 然后呢 才让他获得了自由 可是呢 他只过了几个周的自由 他又被拖出了家门了 这一下啊 他的自由对这种 他们家已经一贫如洗了啊 再想换回他的自由 这价格就太昂贵了 结果呢 就这个他的部落的长老 只能够上到这个喀布尔来示威来了 而且呢 是一大帮子一起来 沙赫也算是被放得出来了 可是你知道吗 刚回来大概待了几星期 又有人给他传信了 说呀 好像又要来抓他了 这下他可是崩溃了 想好好过日子也过不了了 只能够带着家人逃到巴基斯坦去了 然后呢 跟那个过去的老战友们 重新建立了联系 现在啊 他意识到了 只有塔利班了 才是他的归宿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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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